大家在风水上的讨论非常的喜欢说 那我的柴位在哪里 我的桃花位在哪里 我的什么什么位置在哪里 哪个方向对来讲运势是比较好的 之前我有在我自己的文章 或者跟在我的影片里面大家提过说 所有的风水其实并不是中国人独有的 而是全世界人都懂 只不过我们把它跟神秘学做了结合 产生了这个所谓的风水学 但事实上你真正的去看 不管世界哪一个文化 它的豪宅 你会发现它长得都差不多 前面都有庭院有睡知 它都有共通的某一些点 那为什么有提豪宅呢 因为只有有钱人跟达官贵族 他可以不受环境跟空间的限制 然后他直接打造一个舒适的居住环境 他爱干嘛干嘛 全世界所有的文化的贵族有钱人 他们的宫殿他们住的地方 差不多都长那个样子 它背后连你西部都相同 为什么 因为所谓的风水所谓的空间 其实要讲的就是啊 人适合的居住方法 人适合的居住环境 大家要的东西其实上都一样 因此呢 纯就风水学的角度来讲这个事情 它谈的其实就是环境场域空间 对于人生理跟心理的影响 那在这个角度上面来讲 它或许会有一些所谓的桃花味 柴味之类的 这个是有一些影响的 可是呢 我们就一直跟大家提到说 风水它并不能单独存在 它既然是服务于人的一种技术 它必然要跟住在里面的人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的人 去做搭配 我常提说风水就跟穿衣服一样 有句话叫做啊 买名牌不如练身材 很多名牌呢 穿在我身上都不能看 因为不适合我 既然是要看人 实际上我们在挑选位置的时候呢 真正具有影响力的 是这个人他需要的防卫 而不是这个空间里面 创造出来的防卫 就好像我每次看那个 日本人跟意大利品牌那个西装 那看起来那个版型真好看 那我都穿不进去 怎么穿我的红卡 没有做很棒 可是你就是穿不进去 那这样有什么用 对不对 那没有用 所以你要挑选适合自己的 那怎么样挑选适合自己呢 这边呢 从植物斗树的角度来讲呢 我们就有一个很简单跟很好的方法 斗树盘上面会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这个人 我们在面对整个空间的时候 对于北方有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我对于南方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我对于空间的场域呢 我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这边怎么理解呢 我们去坐电梯的时候 有的人会喜欢站在电梯门口 有的人喜欢站在电梯的最后面 有的人喜欢站在电梯的开关按钮旁边 每个人都会有他自己喜欢的那个角落 这样子对空间的感受 在指挥斗树盘上面呢 讲得很清楚 那这个当然很少人会知道的 也就是说呢 其实我们在指挥斗树命盘上面会有12公 指的这个位置呢会代表北方 我的位置会代表南方 依此类推会有12个方位 那这12方位呢里面所代表的星耀呢 会各自代表了我们在这个方位上面 我们所呈现出来的心理状态 这个是斗树很高深的运用方法 透过这个方法可以复杂的找到 属于自己运势比较好的位置跟比较适合的位置 所以这个在我们的高阶课程里面会教到说 当我要谈判的时候 我们要坐在哪个方位 方位的旁边呢 坐下来之后呢 你会有你自己那个当下所属的 青楼白虎出去的玄武 那我各自要摆什么东西 可以比较适合我谈判 这个是我们在风水的进阶 然后那个斗树的高阶的时候 会教到的一个技巧 今天呢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原理来告诉大家 很简单的 当你的你知道你的斗树盘之后 你就可以知道说 我这个十二方位对我来讲 各自会代表什么样的含义 我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大 在我的居住空间里面 也就是说 你可以把你家的平面图 跟你的斗树盘两张叠合在一起 那怎么叠呢 子的这个位置是北方 那你就看你们家的房子的平面图 它的指南针北方是朝哪边 然后把这个子的这个位置呢 就在北方对北方 南方对南方 两张图合在一起 那你就会知道说 你自己的这个十二方位对应你们家的方位里面的时候呢 它各自会代表什么意思 那透过这样的方法 我就可以知道说我们家从中心点算器的南方 那可能对我来讲是什么样的含义 其实细节我们有详述在 几年前的著作 德斗树改运篇 那这个方法呢也是我们在斗树上面呢 那种很常去运用的手法 那对于居家来讲啊 这样子的方法你才能够真正的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财位方式 因为那才是你对这个空间跟场域自己真正的属于钱财 属于运势的能量会在那个位置上面 那在那个位置上面呢 不管你要放确保盆也好啦 或放任何的招财的东西来讲的话 对于你才有意义 否则光空间所产生出来的啊 那不见得适合你 那你会问说老师那我合起来 合起来之后呢 那财位在哪里 这边我们就要讲到 在斗树盘上面呢 讲财 不外乎会有几个 一个就是你的财博工 第二个就是你的福德工 因为钱财要旺盛嘛 我要不就是增加你理财的能力 要不就增加你运气能力 所以看的是财博工跟福德工 这两个工位 找到这两个工位之后 接下来要做几件事情 第一 我的福德工状况是不是很不错 财博工状况是不是很不错 怎么样算不错 原则上面来讲就是啊 我里面呢 带到了露存或者是花露 但是不能是破均花露 其他的只要是露存或者是花露 都可以 第二点 财博工跟福德工呢 两个工位加起来 不可以有超过两个以上的杀 或者祭 煞跟祭都要算 煞基本上空结不算 就是四煞星 火星陀螺 秦阳跟灵星 以及化祭 所以呢 如果说我有一个五曲化祭 天象化祭 在福德工对工是破均 这样子呢 这条线呢 这两个工位基本上是不能用的工位 排除掉这些 如果说呢 他的状况是OK的 那你只要去找出你们家 在你福德或者是你财博工的位置 就会是你的财位了 那你说老师 如果没有怎么办 没有没有关系 我们有大限的福德工跟大限的财博工 如果没有那怎么办呢 上过我们的课同学就会知道说 你可以用福德工或者财博工工干产生出来露存的位置 比如说你的福德工工干轴架 架的露存位置呢 在印就是东北方 东北方算是 也可以这样子做 都没有 怎么办 这里都不行 你找到的位置呢 还是要注意一件事情 如果那个位置刚好是你们家的马桶呢 能不能去摆聚宝盆 不行 厕所呢 不行 厨房呢 不行 你的主卧室床上呢 摆聚宝层 那可能你赚了钱 但是呢 夫妻食喝 这样也不行 对不对 所以呢 解决方案就是啊 虽然说我们讲说是那个方案 可是拼一点点没有关系 以及当他现实生活中 他不能够用那个位置的时候呢 可以换个工位找 或者换运线 都找不到 很糟糕 然后那个因为现实状况 那个对起来都不行的时候呢 那可以去找 无曲心 太阴心 天府心的位置 找这三颗心的位置 那这三颗心呢 同样的 天府要带露存 无曲或者太阴 要不就要化露 要不要带露存 这样也可以 这样子呢 我就可以找到 在这空间里面呢 真正属于我的财位 你可以把聚宝盆 摆一些招财的商品 如果你不知道 怎么样的聚宝盆 或是你不知道怎么找这些开运的商品 也没关系 最简单的方法呢 就是至少在那边点一盏灯 那再多一点的呢 你可以点一个 蜡烛 或者是点一个油灯 再多一点呢 在蜡烛或油灯旁边呢 再点个箱 这样子呢 基本上就可以吹动你的财运了 这个就是 我们讲说 你要用紫微斗数 替自己找到属于自己的好的方位 然后怎么去对应在你们家的空间里面 这样才能够找出你真正的财位 千万不要去听这个什么 大门打开的右边哦 那是没有念书的才会这样说 谢谢大家 我们的频道呢 开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常会碰到很多的网友 问很多的问题 今年开始呢 打算开一个节目啊 叫做大根信箱 你有什么问题 除了叫我帮你算命之外 不管在命迪的学习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或者是人生的议题上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都可以留言在我们的官网啊 还有我们的粉丝团里面 或者是这支影片下面呢 留言给我们 我们会定期的整理出大根信箱 专门的影片来回答大家的问题 让大家可以清楚的得到解答 点赞 订阅 打赏 点赞 订阅 打赏 击网友 你们呢 只能够 试试